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个阿苏托是西班牙名字 在中国的时候啊 中国名叫永芳 永芳呢 是一名12岁的初中二年级的学生 警方做了报案记录之后啊 没有马上出动警员去搜寻 为什么呢 警方也有自己的理由 类似的报案呢 通常会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绑架勒索 第二种情况是孩子和父母恶作剧啊 生气了 离家出走了 我让你找不着我 假如是第一种情况绑架勒索的话 那么绑匪一定会打电话来 他得要赎金啊 要不他绑个人干嘛呀 要是第二种情况恶作剧的话 那你这家长应该去找女孩的同学朋友问孩子的行踪 或者你不找 没准孩子自己就回家了 可就在这时候 又有人打电话到了警署报案 说在一个树林里边发现了一具女尸 估计年龄呢 在十二三岁 警方接到报案之后啊 就马上出警 因为发现尸体 这性质不一样了 这是命案 到了案发现场之后 就看现场的是一个小山坡 然后一片小树林 尸体啊 就在离小路不远的树林里面 警方在现场搜索之后 发现了一段绳子 估计死者生前曾经被绳子捆绑过 女孩的身上呢 有着轻微的伤痕 貌似是因为死前呢 自己挣扎所造成的这种伤 此外 警方还发现女孩的内裤被扯坏了 女孩的生殖器部位啊 有血迹 所以警方推断 女孩在生前应该受到过性侵 这在当地来说 这可是恶性案件啊 西班牙警务总局立刻就组成了914专案组 总局调遣了马德里最负经验的刑事专家参与侦查 专案组呢 从两方面入手 第一是对尸体啊 来进行检验 检验之后呢 对尸检报告进行分析 找出来疑点 然后顺藤摸瓜 第二是对中国养女永芳的家庭情况 来进行深入的了解 最好能找出来相关的线索 咱们首先来说尸检报告 尸检报告上显示 被害人的死亡时间大概是13号晚上9点左右 被害人的胃液里面呢 有镇静剂的成分 被害人的私处有被暴力侵害的痕迹 死因呢 是窒息而死 从尸检报告来分析 警方初步判断这是一起强奸杀人案 推断作案人和永芳应该认识 作案人把永芳骗到山上小树林之后 给他吃了带有镇静剂的食品或者饮料 当永芳昏睡过去以后 对他实施了性暴力 由于永芳呢 认识作案人 所以做完案之后 必须把永芳杀死来达到灭口的目的 那么嫌疑人就得从永芳认识的这些男人里面去寻找 警方的高层啊 根据这个推断 要求法医进行二次尸检 来确认这个推理逻辑是合理的 但是 二次尸检之后让警方非常的失望 把他们第一次的推断就给推翻了 为什么呢 二次尸检检查出来之后 发现被害人永芳的阴道里面呢 没有经验 私处的伤痕是被什么硬的物件摩擦造成损伤的 所以啊 这就不能肯定是由一个成年男人性侵所造成的损伤 另外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永芳死于窒息 但是跟找的那绳子关联不大 不是被绳子勒死的 如果是绳子勒死的脖子上一定是有勒痕的 但是他的脖子上啊 并没有勒痕 二次尸检给专案组又带来问题了呀 永芳的阴道里面没有经验 但是四处有血迹 推断是一个变态的男人 用木棍之类的坚硬的物品 对着永芳实施了性侵 窒息而死又不是被绳子勒死的 那么现场附近发现的绳子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 永芳是怎么窒息而死的呢 以这个线索来判断 作案人和永芳认识的可能性好像又没那么大 不过既然不认识 永芳怎么会和他去山上的林子里呢 怎么还会吃他的食物或者饮料呢 所有这些新问题都推翻了原先的推定假设 警方的侦破一时之间呢 也就陷入了僵局 警方呢又再次调集了 罗萨里奥别墅外的监视录像来查看 根据监控录像显示 永芳在下午五点一个人回家之后就没出来过 永芳的电话记录也显示 下午五点四十分 他的同学埃伦娜打电话约他出去玩去 但是永芳呢说要做作业 所以啊就没出去 罗萨里奥就向警方说 他说我呀八点四十八回家 我没看见永芳 我以为他在我前夫家呢 我和我前夫电话联系之后 才知道也不在他家 我就给他所有的同学打电话 问永芳的下落 只有同学埃伦娜说五点多和永芳通过电话 但是没有见面 我一直等到晚上十点多开车出去 一是买点食品 二是看看能不能找到他 十一点多回家 还是没有看见永芳 我一直等了一个晚上 等到凌晨 我这才决定报案的 警方呢又再次拿出来监控录像进行分析 监控录像显示 在八点十分 罗萨里奥的汽车进入了别墅 十点四十八分的时候 罗萨里奥的汽车又开出来了 晚上十一点十七分 再次进入别墅 从监控录像里能够看出来 在车里的人呢 只有罗萨里奥一个人 那么录像的显示和罗萨里奥的陈述是完全吻合的 警方随后啊 又用车进行了沙盘推演啊 就是现场模拟 来推演证实罗萨里奥的陈述内容 和去超市购物的时间有没有破绽 推演之后的结论是 罗萨里奥的陈述和他去超市购物的时间 是相互吻合的没有问题 但是警方始终有一个问题 没有办法解释 什么呀 永芳在监控录像里可始终就没出来过呀 那么他的人或者说他的尸体 是怎么到小树林里的呢 警方呢一度陷入到了僵局之中 最后决定啊重新调整破案思路 这次警方重点关注的是两个人 一个是永芳的养父 一个是永芳的养母 为什么怀疑他们俩呢 首先来说啊 根据以往破获的那么多起大案要案 往往找不到犯罪嫌疑人的时候 那么第一个报案者就是犯罪嫌疑人的概率啊 是非常大的 所以警方呢就开始对永芳的养父进行嫌疑推理 他的养父啊叫阿芳索 是一名记者 收入呢还不错 他跟妻子在12年前 从中国贵州儿童福利院 把永芳领养到了西班牙 两个人呢 那家伙看永芳就是掌上明珠啊 宠的都不行了 当西班牙发生经济危机之后啊 阿芳索呢 面临到了生活的困境 收入啊 大幅度的减少 经常是入不敷出 而妻子罗萨里奥呢 平时生活的时候啊 这家伙奢侈惯了啊 挥霍无度 这就让阿芳索感到非常愤怒 为此两个人呢 经常吵架 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2011年阿芳索和罗萨里奥 就办理了离婚手续 离婚以后 阿芳索呀 就居住在离罗萨里奥别墅不远的地方 可是随后 警方啊 又从迹象上分析 认为阿芳索对永芳实施暴力攻击 然后杀死养女的可能性非常的小 尤其啊 经过现场走访摸牌 发现阿芳索在邻里之间口碑都特别的好 周围邻居一说 阿芳索 哎 这就是仁慈 有爱心 一老好人啊 并且这是个好父亲 永芳学校的老师也说 阿芳索呀 这绝对是个好父亲 十几年了 他对养女一直是那么宠爱有加 他不可能杀害自己的养女 即便离婚之后 阿芳索也经常去接永芳 陪他出去旅游 所以警方认为 养父阿芳索的作案动机并不成立 紧接着 警方呢 就又把养母罗萨里奥列入了嫌疑人 警方从各个细节 仔细了解了罗萨里奥的生活情况和精神状态 据调查报告显示 因为罗萨里奥啊 不能生育 所以对养女的母爱 那简直到了刻骨铭心的地步了 就对这个女儿啊 那是爱的不行不行的了 养女永芳在罗萨里奥的精心呵护之下 也是非常的优秀 咱们再说罗萨里奥自己 那也是一个优秀的女人 她的父亲呢 是大学教授 还担任过西班牙外交部的顾问 和驻外国的大使 罗萨里奥的父亲安东尼奥精通国际司法 在西班牙法学界 那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大人物 罗萨里奥呢 也继承了父亲的事业 他以优异的成绩 毕业于拉克鲁尼亚大学法学院 后来啊 又成功取得了法学博士的学位 在当地开设了一个律师事务所 人家那些普通的什么离婚啊 打架斗殴啊 那种案子 人都不接 专打国际官司 收入很高 警方呢 还了解到一个重要情况 不光是阿方索 在经济危机的时候 收入大幅度减少 罗萨里奥和阿方索离婚之后 经济上也出现了大滑坡 他的律师事务所啊 生意突然就不好了 2011年的时候呢 就倒闭了 加上跟丈夫离婚了 他也没有额外的收入了 这就让他从原来奢靡的生活啊 突然就过上了穷日子 在离婚之后呢 罗萨里奥跟一个摩洛哥的男的 叫穆罕默德 经常有来往 穆罕默德这个人呢 可是有过犯罪前科的 他呢 曾经组织偷渡过 犯过组织偷渡罪 这时候警方又开始怀疑穆罕默德 于是啊 警方对罗萨里奥 又进行了几次审讯式的问话 想先从罗萨里奥的嘴里 获得穆罕默德作案的线索 可让警方感到意外的是 穆罕默德作案的线索没问出来 而这罗萨里奥在其他问题的回答上 可出现漏洞了 罗萨里奥说了 我坚信有人要强奸我女儿 因为在八月份的某天早上 我听见过女儿的呼救声 我赶紧跑到她的房间 看见一个穿着黑衣服的男人 跳窗而逃 但是没有看见她的长相 既然是这么大的一个事 那警方肯定得刨根问底 就问她 你详细介绍介绍 那个黑衣男人从哪逃出去的 怎么逃出去的 罗萨里奥的回答 那是漏洞百出 一会儿说是厨房跑的 一会儿又说是从女儿的房间的窗户里面跳出去的 你作为一个现场的目击者 你能不知道她是从房间出去了 还是从厨房出去了吗 哎呀甭管从哪出去的吧 既然说了警方就得查呀 所以警方又到现场进行了实地的勘查 最后否认了罗萨里奥的供词 因为现场根本就没有跳窗而逃的痕迹 你别说你屋子里面窗口 我擦了擦干净了 那还好说 你跳下去外边地上得有痕迹吧 你跑的时候得有痕迹吧 那么罗萨里奥 为什么要撒谎呢 警方啊紧接着就开始用上了测谎仪 对罗萨里奥进行测谎询问 最后测出的谎言指数竟然高达80.75% 这个结果让警方是又高兴又感觉不可思议啊 这是满嘴跑火车满嘴的假话呀 如果推定凶手是杨姆罗萨里奥 他那么爱自己的这个养女 他的犯罪动机是什么呢 他对养女的宠爱那是路人皆知啊 实在是找不到他杀人的动机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警方推断来推断去 就感觉永方的养母 罗萨里奥很有可能他就是犯罪凶手 但是呢又找不到他的犯罪动机 为了尽快侦破案件 警方获得了法院刑事大法官的许可 对罗萨里奥实施了收押 在监狱里面呢 罗萨里奥啊还是一口咬定 说杀人凶手肯定是那个曾经到我家去过的黑衣男人 哎就人就拿假话当真话说 最后啊这警方也拿他没办法 侦破工作又陷入僵局了 因为对罗萨里奥收押 本来是想着威慑他 你一害怕说实话就得了 可是没用 没有起到威吓的作用 而结束收押的时间期限 一天天的临近了呀 如果说凶手真的是他 但他不承认 我们现在也没有更多的证据 到了日子之后就得把他放了 把他放了之后 他就知道我们怀疑他了 他要跑了怎么办呢 如果说凶手真的不是他的话 那他出去以后肯定得申请国家赔偿的诉讼啊 他是律师啊 还是打国际官司的律师啊 他熟悉西班牙所有的法律条文呢 那我们不更完蛋了 所以警方啊急得也不行了 就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 就在警方进退两难的时候 突然呢出现了一个局外人 这人是谁呢 是罗萨里奥他爸爸的一位远亲 叫费利佩 这个人呢 跟罗萨里奥是同行 也是一名律师 而且是罗萨里奥父亲 安东尼奥遗产的委托执行人 费利佩啊就跟警方说 杀害永方最大的嫌疑人 就是他的养母罗萨里奥 而且罗萨里奥和他亲生父亲的突然死亡 很可能也有关联 费利佩以律师的身份 就向警方说出了 罗萨里奥为什么要杀害自己女儿的原因 警方听完之后恍然大悟 哦 是这么回事 哦 要这么回事的话 那所有的逻辑都顺理成章了呀 他这杀人动机 那是明确无疑呀 哦 哦是警方明白了 咱挺有还不明白呢呀 是吧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跟您说啊 当年9月25号晚上 警方呢 再一次对罗萨里奥进行审问 这次审问离杰暑收押就还四个小时了 警方把罗萨里奥的作案动机 哐哐哐这么一说 罗萨里奥知道完了 事情败露了 于是向警方说出了全部真相 这罗萨里奥说呀 养女呢 一直是他的掌上明珠 又漂亮 又懂事 学习成绩啊 始终人家是学校第一第二的 考个第三呢 都感觉自己是失败了 他自己呢 也为有这么一位养女 特别的开心 特别的高兴 但是 养女的这种可爱优秀 就让外公改变了对自己亲生女儿的爱心了 外公安东尼奥是一位具有威严的法学专家呀 他这一辈子是为人师表受到了无数人的尊重 自己的女儿无法生育 这让安东尼奥感到很郁闷 可是当中国血统的永芳来到他们家之后 给这个家庭啊 增添了无穷的欢乐 无穷的乐趣 尽管永芳那时候还不满一周岁呢 但是显得就特别的聪明乖巧 养父养母喜欢的都不行了 连这个养外公啊 养老爷也喜欢的不得了 永芳呢 就经常跟这老爷呀 一块出去溜湾去 一块吃饭 一块去旅游去 有时候老爷外出讲演啊 学术交流啊 也带着自己这个中国外孙女 随着时间的流逝吧 这老爷呢 对永芳的感情是越来越深 甚至对永芳的感情都超越了 对自己亲女儿罗萨里奥的感情 最终导致安东尼奥和罗萨里奥 这一对妇女不合的原因 也是经济问题 因为罗萨里奥啊 一直是过着那种特别奢侈的生活 父亲呢 一直是那种比较淳朴的人啊 看不上他这样 就非常的厌恶 父女俩呢 就经常为这个产生矛盾 而且这种矛盾是越来越深 罗萨里奥希望父亲把所有的遗产 都给他一个人继承 但是啊 他怀疑父亲会不会用生前赠予的方式 捐赠给其他人 或者说捐给教会 捐给红十字会等等 因为父亲生气的时候 曾经跟罗萨里奥说过 你啊 越是生活奢侈 你越得不到我的遗产 2012年一开始 安东尼奥的健康状况是越来越不好 做女儿的 你不得关心父亲的身体啊 你不得四处打听 哎呦 我爸爸这病怎么治啊 哪个医院好啊 他不是 罗萨里奥就开始四处打听 他父亲的遗产情况 这时候啊 得到了一条令他吃惊的消息 说父亲呢 已经委托律师 做好了遗产继承的手续 安东尼奥的名下 有价值380万欧元的房产 以及100多万欧元的现金 全部给外孙女永芳 而自己的亲生女儿罗萨里奥 一分钱也不给 所有的财产 都由律师费利佩保管 等永芳18岁成年之后 如数的交给永芳 罗萨里奥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啊 那是又伤心又难过 更多的那是愤怒甚至想杀人的冲动 罗萨里奥知道 要想着改变父亲的遗嘱内容 那不可能了 父亲的脾气他是了解的 父亲对他的厌恶 他也是了解的 如今父亲遗产的归属 那是尘埃落定了 罗萨里奥要想得到这份巨额的遗产 只有等羊女永芳死了之后才行 因为他是永芳的合法继承人 就是永芳先继承他老子的 最后呢他再继承永芳的 但是要论自然死亡的话 肯定是他比永芳先走啊 毕竟永芳岁数小啊 那怎么办呢 只有谋杀永芳 罗萨里奥啊 就开始在脑子里边酝酿杀人计划 但是呢 也经常的感到很自责 哎呦 看看永芳 真漂亮 真可爱 真聪明 哎呀 我不应该为钱就动了杀鸡啊 我不应该为钱就杀了我最爱最爱的女儿啊 可是再过两天穷日子之后 这心理想法就又变了 哎呀 我这穷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我原来都悲惯了 哎呦 威德包了啊 这家伙突然让我用塑料袋子买东西 我这受不了啊 哎呀 不行 我还得过我原来的白富美的生活 这两种想法就不停的困扰着 他折磨着他 尤其他和丈夫阿芳索离婚之后 经济上更是捉襟见肘 原先挥金如土的生活 那是一天也过不下去了 此外呢 他认识的那个摩洛哥人穆罕默德 还骗他说一块做走私生意 最后啊 不光没赚钱 还把自己仅剩的十来万欧元 给搭上了 这叫什么用中国话说 这叫釜底抽筋呢 此时此刻父亲安东尼奥已经死亡了 如果没有这个养女的话 那这巨额的遗产就是我的呀 他不喜欢我 他也得给我呀 现在只有让养女先死 我才能够发这笔横财 罗萨里奥要想着实施杀女的计划 必须得有人帮助 一开始呢 他认为穆罕默德是个很好的人选 可经过反复的思考琢磨来琢磨去 最终把他排除了 为什么呀 他认为呀 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呢 也不可靠 这穆罕默德毕竟也不是什么好人 万一回头一翻脸 把杀人的事说出来来讹诈我 那我不就前功尽弃了 不仅财产得不到 最后还把闺女杀了 便宜了这个孙子了 那不行亏了 这么着思来想去的 他决定了还是去找前夫去吧 他呢就跟前夫承诺 亲爱的 一旦得到了这个巨额遗产呢 咱俩五五分成 这一回罗萨里奥的判断还真没错 前夫阿芳索一听 我前岳父那么多钱 五五分成我现在过这么穷 行啊 这事可干呢 他就决定帮前妻杀人 有这么几个理由 第一个是为了钱 第二个毕竟是养女 不是亲生闺女 养女毕竟没有血缘关系 我再喜欢她情感上 我也容易摆脱 第三个 我确实需要大笔的现金花费 为什么呀 正在筹办自己的第二次婚礼呢 就这么着 这个曾经堂堂的新闻记者 为了金钱 为了奢侈的生活 为了他的第二次婚礼 毅然决然的决定杀害养女 罗萨里奥的计划啊 在八月初就开始周密的制定了 两个人呢把九月十三号星期五晚上八点到十点 定为养女永芳的死亡之日和死亡时间 死亡经过是什么呢 罗萨里奥先把放了安眠药的牛奶给永芳喝 等永芳睡熟了 前夫动手 把永芳啊 用枕头捂住脸部 让他窒息而死 死了以后呢 再由前夫把木棍插入永芳的阴部 让他的阴道出血 造成被人性侵的假象 阿方索啊 从家里带了一段绳子 再放在尸体附近 误导警方从暴力强奸开始侦破 俩人确定好细节之后 又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 就是从即日起 要对养女百倍千倍的关心 爱护呵护 因为养女死到临头了 生命只有一个月了 所以啊 在这几十天里 罗萨里奥对养女永芳是特别的爱 特别的亲 天天给她买好吃的 时不时的就给她买好看的衣服 可怜的永芳哪知道啊 养母本来对自己就好 最近对自己更好 合着是想要自己的命啊 2013年9月13号 这一天是永芳生命的最后一天 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 从计划到实施 似乎是一切完美无缺 天衣无缝 但是 罗萨里奥和阿方索万万没想到 真是半路上杀出来个成咬金呐 费力配让他们完美的谋财害命的计划 彻底败露了 警方获得了法官的批准 随后对罗萨里奥和阿方索的住宅 进行了地毯式的搜查 警方查获到了被永芳服用的麻醉剂 以及让永芳窒息而死的枕头 在阿方索的家里找到了一团绳子 这团绳子和永芳尸体旁边的绳子 是同属于一根的 两名犯罪嫌疑人 对所有使用过的这些物证 也都供认不讳 警方两次调集监视录像 查看罗萨里奥车子进出时车里的情况 录像显示 在前排两个座位空隙那 发现后车座有一个阴影 有一瞬间移动的动作 要不是十分注意都很难发现 阿方索承认后面的那个阴影就是他 是他躺在后排座位的下方 躲避监控摄像头的 为什么那个影子瞬间动了一下呢 没忍住打了个喷嚏 一切证据可都全了 9月29号 拉克鲁尼亚地方法院刑事法官 签署逮捕令 罗萨里奥和阿方索被控一级谋杀罪 遭到逮捕 罗萨里奥在逮捕令上签字的时候 流下了眼泪 他呀也表达了自己的悔恨 他说 对金钱的过度贪婪 毁了我 毁了我的养女 还有我前夫的一生 欢迎收听大安纪时 我是吕鹏 今天咱们呢 来说一桩中国女孩命丧西班牙事件 事情发生在2013年 2013年9月14号清晨 西班牙一个叫罗萨里奥的女人 向当地的警署报案 说他的中国养女阿苏托失踪了 那么这个阿苏托是西班牙名字 在中国的时候啊 中国名叫永芳 永芳呢 是一名12岁的初中二年级的学生 警方做了报案记录之后啊 没有马上出动警员去搜寻 为什么呢 警方也有自己的理由 类似的报案呢 通常会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绑架勒索 第二种情况是孩子和父母恶作剧啊 生气了离家出走了 我让你找不着我 假如是第一种情况绑架勒索的话 那么绑匪一定会打电话来 他得要赎金啊 要不他绑个人干嘛呀 要是第二种情况恶作剧的话 那你这家长应该去找女孩的同学朋友问孩子的行踪 或者你不找 没准孩子自己就回家了 可就在这时候 又有人呢 打电话到了警署报案 说在一个树林里边发现了一具女尸 估计年龄呢 在十二三岁 警方接到报案之后啊 就马上出警 因为发现尸体 这性质不一样了 这是命案 到了案发现场之后 就看现场的是一个小山坡 然后一片小树林 尸体啊 就在离小路不远的树林里面 警方在现场搜索之后 发现了一段绳子 估计死者生前曾经被绳子捆绑过 女孩的身上呢 有着轻微的伤痕 貌似是因为死前呢 自己挣扎所造成的这种伤 此外警方还发现女孩的内裤被扯坏了 女孩的生殖器部位啊 有血迹 所以警方推断 女孩在生前应该受到过性侵 这在当地来说 这可是恶性案件啊 西班牙警务总局 立刻就组成了914专案组 总局调遣了马德里 最负经验的刑事专家参与侦查 专案组呢 从两方面入手 第一是对尸体啊 来进行检验 检验之后呢 对尸检报告进行分析 找出来疑点 然后顺藤摸瓜 第二是对中国养女永芳的家庭情况 来进行深入的了解 最好能找出来相关的线索 咱们首先来说尸检报告 尸检报告上显示 被害人的死亡时间 大概是13号晚上9点左右 被害人的胃液里面呢 有镇静剂的成分 被害人的私处 有被暴力侵害的痕迹 死因呢 是窒息而死 从尸检报告来分析 警方初步判断 这是一起强奸杀人案 推断作案人和永芳应该认识 作案人把永芳骗到山上小树林之后 给他吃了带有镇静剂的食品或者饮料 当永芳昏睡过去以后 对他实施了性暴力 由于永芳认识作案人 所以做完案之后 必须把永芳杀死来达到灭口的目的 那么嫌疑人就得从永芳认识的这些男人里面去寻找 警方的高层啊 根据这个推断 要求法医进行二次尸检 来确认这个推理逻辑是合理的 但是二次尸检之后让警方非常的失望 把他们第一次的推断就给推翻了 为什么呢 二次尸检检查出来之后 发现被害人永芳的阴道里面呢 没有经验 私处的伤痕 是被什么硬的物件摩擦造成损伤的 所以啊 这就不能肯定是由一个成年男人性侵所造成的损伤 另外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永芳死于窒息 但是跟找的那绳子关联不大 不是被绳子勒死的 如果是绳子勒死的 脖子上一定是有勒痕的 但是他的脖子上啊 并没有勒痕 二次尸检给专案组又带来问题了呀 永芳的阴道里面没有经验 但是私处有血迹 推断是一个变态的男人 用木棍之类的坚硬的物品 对着永芳实施了性侵 窒息而死 又不是被绳子勒死的 那么现场附近发现的绳子 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 永芳是怎么窒息而死的呢 以这个线索来判断 作案人和永芳认识的可能性 好像又没那么大 不过既然不认识 永芳怎么会和他去山上的林子里呢 怎么还会吃他的食物或者饮料呢 所有这些新问题 都推翻了原先的推定假设 警方的侦破一时之间呢 也就陷入了僵局 警方呢又再次调集了 罗萨里奥别墅外的监视录像来查看 根据监控录像显示 永芳在下午五点 一个人回家之后就没出来过 永芳的电话记录也显示 下午五点四十分 他的同学埃伦娜 打电话约他出去玩去 但是永芳呢 说要做作业 所以啊就没出去 罗萨里奥就向警方说 他说我呀 八点四十八回家 我没看见永芳 我以为他在我前夫家呢 我和我前夫电话联系之后 才知道也不在他家 我就给他所有的同学打电话 问永芳的下落 只有同学埃伦娜 说五点多和永芳通过电话 但是没有见面 我一直等到晚上十点多开车出去 一是买点食品 二是看看能不能找到他 十一点多回家 还是没有看见永芳 我一直等了一个晚上 等到凌晨 我这才决定报案的 警方呢 又再次拿出来监控录像 进行分析 监控录像显示 在八点十分 罗萨里奥的汽车 进入了别墅 十点四十八分的时候 罗萨里奥的汽车又开出来了 晚上十一点十七分 再次进入别墅 从监控录像里能够看出来 在车里的人呢 只有罗萨里奥一个人 那么录像的显示和罗萨里奥的陈述 是完全吻合的 警方随后啊 又用车进行了沙盘推演 就是现场模拟 来推演证实罗萨里奥的陈述内容 和去超市购物的时间 有没有破绽 推演之后的结论是 罗萨里奥的陈述 和他去超市购物的时间 是相互吻合的 没有问题 但是警方始终有一个问题 没有办法解释 什么呀 永芳在监控录像里 可始终就没出来过呀 那么他的人 或者说他的尸体 是怎么到小树林里的呢 警方呢 一度陷入到了僵局之中 最后决定啊 重新调整破案思路 这次警方重点关注的是两个人 一个是永芳的养父 一个是永芳的养母 为什么怀疑他们俩呢 首先来说啊 根据以往破获的那么多起大案要案 往往找不到犯罪嫌疑人的时候 那么第一个报案者就是犯罪嫌疑人的概率啊 是非常大的 所以警方呢 就开始对永芳的养父进行嫌疑推理 他的养父啊 他的养父啊叫阿芳索是一名记者 收入呢还不错 他跟妻子在12年前从中国贵州儿童福利院 把永芳领养到了西班牙 两个人呢 那家众看永芳就是掌上明珠啊 宠的都不行了 当西班牙发生经济危机之后啊 阿芳索呢 面临到了生活的困境 收入啊 大幅度的减少 经常是入不敷出 而妻子罗萨里奥呢 平时生活的时候啊 这家伙奢侈惯了啊 挥霍无度 这就让阿芳索感到非常愤怒 为此两个人呢 经常吵架 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2011年 阿芳索和罗萨里奥就办理了离婚手续 离婚以后 阿芳索呀 就居住在离罗萨里奥别墅不远的地方 可是随后 警方啊 又从迹象上分析 认为阿芳索对永芳实施暴力攻击 然后杀死养女的可能性非常的小 尤其啊 经过现场走访摸牌 发现阿芳索在邻里之间口碑都特别的好 周围邻居一说阿芳索 这就是仁慈 有爱心 一劳好人 并且这是个好父亲 永芳学校的老师也说 阿芳索呀 这绝对是个好父亲 十几年了 他对养女一直是那么宠爱有加 他不可能杀害自己的养女 即便离婚之后 阿芳索也经常去接永芳 陪他出去旅游 所以警方认为 养父阿芳索的作案动机并不成立 紧接着 警方呢 就又把养母罗萨里奥列入了嫌疑人 警方从各个细节 仔细了解了罗萨里奥的生活情况和精神状态 据调查报告显示 因为罗萨里奥啊 不能生育 所以对养女的母爱 那简直到了刻骨铭心的地步了 就对这个女儿啊 那是爱的不行不行的了 养女永芳 在罗萨里奥的精心呵护之下 也是非常的优秀 咱们再说罗萨里奥自己 那也是一个优秀的女人 她的父亲呢 是大学教授 还担任过西班牙外交部的顾问 和驻外国的大使 罗萨里奥的父亲安东尼奥 精通国际司法 在西班牙法学界 那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大人物 罗萨里奥呢 也继承了父亲的事业 他以优异的成绩 毕业于拉克鲁尼亚大学法学院 后来啊 又成功取得了法学博士的学位 在当地开设了一个律师事务所 人家那些普通的什么离婚啊 打架斗殴啊 那种案子人都不接 专打国际官司收入很高 警方呢 还了解到一个重要情况 不光是阿方索 在经济危机的时候 收入大幅度减少 罗萨里奥和阿方索 离婚之后 经济上也出现了大滑坡 他的律师事务所啊 生意突然就不好了 2011年的时候呢 就倒闭了 加上跟丈夫离婚了 他也没有额外的收入了 这就让他从原来奢靡的生活啊 突然就过上了穷日子 在离婚之后呢 罗萨里奥跟一个摩洛哥的男的 叫穆罕默德经常有来往 穆罕默德这个人呢 可是有过犯罪前科的 他呢 曾经组织偷渡过 犯过组织偷渡罪 这时候警方又开始怀疑穆罕默德 于是啊 警方对罗萨里奥 又进行了几次审讯式的问话 想先从罗萨里奥的嘴里 获得穆罕默德作案的线索 可让警方感到意外的是 穆罕默德作案的线索 没问出来 而这罗萨里奥 在其他问题的回答上 可出现漏洞了 罗萨里奥说了 我坚信 有人要强奸我女儿 因为在八月份的某天早上 我听见过女儿的呼救声 我赶紧跑到她的房间 看见一个 穿着黑衣服的男人 跳窗而逃 但是没有看见她的长相 既然是这么大的一个事 那警方肯定得刨根问底呀 就问他 你详细介绍介绍 那个黑衣男人 从哪逃出去的 怎么逃出去的呀 罗萨里奥的回答呀 那是漏洞百出 一会儿说是厨房跑的 一会儿又说是从女儿的 那个房间的窗户里面 跳出去的 你作为一个现场的目击者 你能不知道他是从房间出去了 还是从厨房出去的吗 啊 哎呀 甭管从哪出去的吧 既然说了 警方就得查呀 所以警方又到现场 进行了实地的勘查 最后否认了罗萨里奥的供词 因为现场根本就没有跳窗而逃的痕迹 你别说你屋子里面窗口我擦了擦干净了啊 那还好说你跳下去外边地上得有痕迹吧 你跑的时候得有痕迹吧 那么罗萨里奥为什么要撒谎呢 警方啊 紧接着就开始用上了测谎仪 对罗萨里奥进行测谎询问 最后测出的谎言指数竟然高达80.75% 这个结果让警方是又高兴又感觉不可思议啊 这是满嘴跑火车满嘴的假话呀 如果推定凶手是杨姆罗萨里奥 他那么爱自己的这个养女 他的犯罪动机是什么呢 他对养女的宠爱 那是路人皆知啊 实在是找不到他杀人的动机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警方推断来推断去 就感觉永方的杨姆罗萨里奥 很有可能他就是犯罪凶手 但是呢又找不到他的犯罪动机 为了尽快侦破案件 警方获得了法院刑事大法官的许可 对罗萨里奥实施了收押 在监狱里面呢 罗萨里奥啊 还是一口咬定 说杀人凶手肯定是那个 曾经到我家去过的黑衣男人 哎 就人就拿假话当真话说 最后啊 这警方也拿他没办法 侦破工作又陷入僵局了 因为对罗萨里奥收押 本来是想着威慑他 你一害怕说实话就得了 可是没用 没有起到威吓的作用 而结束收押的时间期限 一天天的临近了呀 如果说凶手真的是他 但他不承认 我们现在也没有更多的证据 到了日子之后就得把他放了 把他放了之后 他就知道我们怀疑他了 他要跑了怎么办呢 如果说凶手真的不是他的话 那他出去以后 肯定得申请国家赔偿的诉讼 他是律师 还是打国际官司的律师 他熟悉西班牙所有的法律条文 那我们不更完蛋了 所以警方急得也不行了 就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 就在警方进退两难的时候 突然出现了一个局外人 这人是谁呢 是罗萨里奥他爸爸的一位远亲 叫费丽佩 这个人跟罗萨里奥是同行 也是一名律师 而且是罗萨里奥父亲 安东尼奥遗产的委托执行人 费丽佩就跟警方说 杀害永芳最大的嫌疑人 就是他的养母罗萨里奥 而且罗萨里奥和他亲生父亲的突然死亡 很可能也有关联 费丽佩以律师的身份 就向警方说出了 罗萨里奥为什么要杀害自己女儿的原因 警方听完之后恍然大悟 哦是这么回事 哦要这么回事的话 那所有的逻辑都顺理成章了呀 他这杀人动机那是明确无疑呀 哦哦是警方明白了 咱挺有还不明白呢呀 是吧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跟您说啊 当年9月25号晚上 警方呢再一次对罗萨里奥进行审问 这次审问离杰署收押就还四个小时了 警方把罗萨里奥的作案动机 哐哐哐这么一说 罗萨里奥知道完了事情败露了 于是向警方说出了全部真相 这罗萨里奥说呀 杨女呢一直是她的掌上明珠 又漂亮又懂事儿 学习成绩啊 始终人家是学校第一第二的 考个第三呢 都感觉自己是失败了 他自己呢 也为有这么一位养女特别的开心 特别的高兴 但是养女的这种可爱优秀 就让外公改变了对自己亲生女儿的爱心了 外公安东尼奥是一位具有威严的法学专家呀 他这一辈子是为人师表 受到了无数人的尊重 自己的女儿无法生育 这让安东尼奥感到很郁闷 可是当中国血统的永芳来到他们家之后 给这个家庭啊 增添了无穷的欢乐 无穷的乐趣 尽管永芳那时候还不满一周岁呢 但是显得就特别的聪明乖巧 养父养母喜欢的都不行了 连这个养外公啊 养老爷 也喜欢的不得了 永芳呢 就经常跟这老爷呀 一块出去遛弯去 一块吃饭 一块去旅游去 有时候老爷外出讲演啊 学术交流啊 也带着自己这个中国外孙女 随着时间的流适吧 这老爷呢 对永芳的感情是越来越深 甚至对永芳的感情都超越了对自己亲女儿罗萨里奥的感情 最终导致安东尼奥和罗萨里奥这一对父女不和的原因也是经济问题 因为罗萨里奥啊一直是过着那种特别奢侈的生活 父亲呢 一直是那种比较淳朴的人啊 看不上他这样 就非常的厌恶 父女俩呢 就经常为这个产生矛盾 而且这种矛盾是越来越深 罗萨里奥希望父亲把所有的遗产都给他一个人继承 但是啊 他怀疑父亲会不会用生前赠予的方式捐赠给其他人 或者说捐给教会捐给红十字会等等 因为父亲生气的时候曾经跟罗萨里奥说过 你啊越是生活奢侈 你越得不到我的遗产 2012年一开始 安东尼奥的健康状况是越来越不好 做女儿的你不得关心父亲的身体啊 你不得四处打听 哎呦我爸爸这病怎么治啊 哪个医院好啊 他不是 罗萨里奥就开始四处打听他父亲的遗产情况 这时候啊 得到了一条令他吃惊的消息 说父亲呢 已经委托律师做好了遗产继承的手续 安东尼奥的名下 有价值380万欧元的房产 以及100多万欧元的现金 全部给外孙女永芳 而自己的亲生女儿罗萨里奥 嘿一分钱也不给 所有的财产 都由律师费利佩保管 等永芳18岁成年之后 如数的交给永芳 罗萨里奥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啊 是又伤心又难过 更多的那是愤怒 甚至想杀人的冲动 罗萨里奥知道 要想着改变父亲的遗嘱内容 那不可能了 父亲的脾气他是了解的 父亲对他的厌恶 他也是了解的 如今父亲遗产的归属 那是尘埃落定了 罗萨里奥要想得到这份巨额的遗产 只有等羊女永芳死了之后才行 因为他是永芳的合法继承人 就是永芳先继承他老子的 最后他再继承永芳的 但是要论自然死亡的话 肯定是他比永芳先走啊 毕竟永芳岁数小啊 那怎么办呢 只有谋杀永芳 罗萨里奥就开始在脑子里边酝酿杀人计划 但是呢也经常的感到很自责 哎呦看看永芳 真漂亮 真可爱 真聪明 哎呀我不应该为钱就动了杀鸡啊 我不应该为钱就杀了我最爱最爱的女儿啊 可是再过两天穷日子之后 这心理想法就又变了 哎呀我这穷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我原来都背惯了 哎呦威的包了啊 这家伙突然让我用塑料袋子买东西 我这受不了啊 哎呀不行 我还得过我原来的白富美的生活 这两种想法就不停的困扰着他 折磨着他 尤其他和丈夫阿芳索离婚之后 经济上更是捉襟见肘 原先挥金如土的生活 那是一天也过不下去了 此外呢 他认识的那个摩洛哥人穆罕默德 还骗他说一块做走私生意 最后啊 不光没赚钱 还把自己仅剩的十来万欧元给搭上了 这叫什么用中国话说 这叫釜底抽筋呢 此时此刻 父亲安东尼奥已经死亡了 如果没有这个养女的话 那这巨额的遗产就是我的呀 他不喜欢我 他也得给我呀 现在只有让养女先死 我才能够发这笔横财 罗萨里奥要想着实施杀女的计划 必须得有人帮助 一开始呢 他认为穆罕默德是个很好的人选 可经过反复的思考琢磨来琢磨去 最终把他排除了 为什么呀 他认为呀 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呢 也不可靠 这穆罕默德毕竟也不是什么好人 万一回头一翻脸 把杀人的事说出来来讹诈我啊 那我不就前功尽弃了 不仅财产得不到 最后还把闺女杀了 便宜了这个孙子了 那不行亏了 这么着思来想去的 他决定了还是去找前夫去吧 他呢就跟前夫承诺 亲爱的啊 一旦得到了这个巨额遗产呢 咱俩五五分城 这一回罗萨里奥的判断还真没错 前夫阿芳索一听 我前岳夫那么多钱 五五分城我现在过这么穷 行啊 这事可干呢 他就决定帮前妻杀人 有这么几个理由 第一个是为了钱 第二个毕竟是养女不是亲生闺女 养女毕竟没有血缘关系 我再喜欢她情感上我也容易摆脱 嘛 第三个 我确实需要大笔的现金花费 为什么呀 正在筹办自己的第二次婚礼呢 就这么着 这个曾经堂堂的新闻记者 为了金钱 为了奢侈的生活 为了他的第二次婚礼 毅然决然的决定杀害养女 罗萨里奥的计划啊 在八月初就开始周密的制定了 两个人呢 把九月十三号星期五晚上八点到十点 定为养女永芳的死亡之日和死亡时间 死亡经过是什么呢 罗萨里奥先把放了安眠药的牛奶给永芳喝 等永芳睡熟了 前夫动手 把永芳啊 用枕头捂住脸部 让他窒息而死 死了以后呢 再由前夫把木棍插入永芳的阴部 让他的阴道出血 造成被人性侵的假象 阿芳索啊 从家里带了一段绳子 再放在尸体附近 误导警方从暴力强奸开始侦破 俩人确定好细节之后 又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 就是从即日起 要对养女百倍千倍的关心 爱护呵护 因为养女死到临头了 生命只有一个月了 所以啊 在这几十天里 罗萨里奥对养女永芳是特别的爱 特别的亲 天天给她买好吃的 时不时的就给她买好看的衣服 可怜的永芳哪知道啊 养母本来对自己就好 最近对自己更好 合着是想要自己的命啊 2013年9月13号 这一天是永芳生命的最后一天 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 从计划到实施 似乎是一切完美无缺 天衣无缝 但是 罗萨里奥和阿芳索万万没想到 真是半路上杀出来个成咬金呐 费力配让他们完美的谋财害命的计划 彻底败露了 警方获得了法官的批准 随后对罗萨里奥和阿芳索的住宅 进行了地毯式的搜查 警方查获到了被永芳服用的麻醉剂 以及让永芳窒息而死的枕头 在阿芳索的家里找到了一团绳子 这团绳子和永芳尸体旁边的绳子 是同属于一根的 两名犯罪嫌疑人 对所有使用过的这些物证 也都供认不讳 警方两次调集监视录像 查看罗萨里奥车子进出时车里的情况 录像显示 在前排两个座位空隙那 发现后车座有一个阴影 有一瞬间移动的动作 要不是十分注意都很难发现 阿芳索承认后面的那个阴影就是他 是他躺在后排座位的下方 躲避监控摄像头的 为什么那个影子瞬间动了一下呢 没忍住打了个喷嚏 一切证据可都全了 9月29号 拉克鲁尼亚地方法院刑事法官 签署逮捕令 罗萨里奥和阿芳索被控一级谋杀罪 遭到逮捕 罗萨里奥在逮捕令上签字的时候 流下了眼泪 他呀 也表达了自己的悔恨 他说 对金钱的过度贪婪 毁了我 毁了我的养女 还有我 潜伏的一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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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